男人没钱买火车票 只能把自己吊在车底下坐顺风车 火车已经行驶三天了 男人只能靠朋友偷一些食物给他吃 朋友阿文可真是好兄弟 并可自己个着也要喂饱兄弟 这时检票员突击检票 而且阿文还被客人发现偷食物 没有办法只能跳车逃跑 顺道把阿丑也拉下了车 在草地翻滚十多圈后 终于有惊无险的安全落地 可是他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只能找到附近的小镇歇息 来到小镇上 他们看到一艘轮船招聘水手 于是两兄弟决定去应聘 阿丑可是拥有十年前水经验的老手 很快就被老板看上 经过两天的路程 他们来到一座神秘岛上 并发现了传说中的女儿国 公主全身绫罗绸缎 光是身上的黄金首饰 就有十几斤重量 这里的女人无比富有 空闲的时候 就支支部作为娱乐项目 看见有新男人的到来 姑娘们也是无比兴奋 全部围着阿文和阿丑打转 这可把两兄弟给幸福死了 阿丑本想娶一个做媳妇 但这里可是女儿国呀 阿文直接提议将来每人娶三个 但船长带他们来这里可不是享福的 而是让阿丑帮助他们打捞海底宝藏的 原来船长是女儿国公主的表哥 他带两兄弟来的目的 就是打捞女王遗落海底的宝盒 但每次带来的男人 必须由公主事先检查一番 检查身体一番后 两人就被带到了一处房间休息 公主对阿文非常满意 还特意为他准备了很多节目 节目开始那一刻 阵容简直闪瞎了兄弟俩的双眼 因为这些妹子不仅太美了 而且身上的黄金格外刺眼 为了给阿文创下一个好印象 公主还为他特别准备了一个节目 公主向天扔出自己腰带 没想到腰带直插云霄 接着公主不慌不忙地拉着腰带 不一会就上了天 这可把两兄弟给惊呆了 纷纷争抢着爬上去 阿文夺的机会率先爬上去 阿丑本想随后跟上去 没想到却被阿文给踢了下来 正准备再次爬上去时 公主却顺着腰带滑了下来 看来好兄弟也不怎么行 没想到才两分钟就跟着公主下来了 但公主似乎对阿文特别满意 还为他准备了下一个拿手节目 只见公主派人拿来一个竹篓 接着吹响笛子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没想到竹篓内奇迹般出现一个美女 起初阿丑还以为是幻想 美女抚摸了她脸颊 阿丑才相信这是真的美女 她本想留下来做媳妇时 美女却钻回了竹篓之中 见到如此神奇的一幕 加上看见好兄弟已经有了公主 她也迫不及待地想得到竹篓美女 于是急切地让公主和阿文去休息 自己则拿竹篓去试试 阿文和公主来到后花园约会时 公主不忍阿文兄弟两去送死 于是告知了她真相 原来他们打捞宝藏的地方 住着一只千年章鱼哥 几十年来去打捞宝藏的水手都是有去无回 但阿文不忍离开公主 声称好兄弟一定能打捞成功的 因为他拥有20年前水的经验 但他并不打算将章鱼哥的事告知好兄弟 生怕阿丑听见章鱼哥名号后胆怯退缩 只好不告诉他 为了给好兄弟壮胆 阿文偷来竹篓 打算吹出一个美女给阿丑结婚 没想到技术不到家 结果吹出了一个如花 还差点把自己的魂给吓走 好在掌握技巧的阿丑及时赶到 朝天一吹才把如花吹走 不然今晚阿文非得交代在这里不可 很快到了寻宝这天 阿文给阿丑套上潜水服后 直接就把好兄弟送了下去 经过十分钟的寻找 宝和终于被阿丑找到 他将宝和系好绳索后 没想到背后出现一只巨型章鱼哥 等到阿丑被拉上去时 却已经成为了一具空壳 船长见宝和到手 立刻就露出了真面目 他不仅想要得到宝和 还要杀了公主将女儿国占为己有 不料正要动手时 船长就被章鱼哥拉下了水 这时阿丑突然浮出水面 原来他来了一招金蝉脱鞘 才勉强躲过了章鱼哥致命一击 但船长也是好运 惊险的也逃过了一劫 不过危险并没有结束 他们带着宝和回去的途中 却遭遇了海难 两男一女意外流落荒岛 没想到这里危险重重 刚刚来到岛上 阿丑就倒霉地踩到了陷阱 好在有阿文的帮助 阿丑才九死一生被救了下来 不过陷阱太多 阿丑还没吸血好 再次触发陷阱 结果被弹飞几百米 还意外地掉进了鳄鱼潭 他可真是倒霉到家了 不过好在他比较幸运 只是被鳄鱼咬了一块布料 很快他们来到一处茅草屋 还在里面发现了火枪 原来这里是猎人们的赞助所 不过也算是一处能够休息的地方 夜晚三人睡觉的时候 外面悄悄闯进一只大猩猩 这只大猩猩非常好色 看见公主长得十分美丽 立刻就想把他站位具有 这时外面突然出现一只猛虎 为了女神不被打扰 大猩猩索性出去赶走老虎 打斗的一幕 刚好惊醒了屋内的三人 不料大猩猩不是老虎对手 还命丧了虎口 没一会母猩猩赶来 发现丈夫被杀 他还以为是三个人类干的 拖走丈夫后 不一会母猩猩就赶来复仇 不过却被阿丑的帅气所迷 母猩猩瞬间爱上了人类 搂住阿丑后就爱不释手 但母猩猩似乎并不满足 他还想连阿文都给收编了 正在纠缠阿文之时 猎人们突然赶到 直接不管三七二十一 对着母猩猩的位置就发射兴奋剂 胡乱一射后 连阿文两兄弟都中了招 不一会他们就被带到了一个部落 部落的酋长看见公主后十分的喜欢 还打算强行让公主当他的压占夫人 虽然阿文两兄弟不答应 但毕竟他们只有两人 结果只能眼睁睁看着酋长娶公主 不过就在酋长结婚当天 岛上突然发生了地震 还引起了火山喷发 部落的人不一会死伤一大片 两兄弟知道机会来了 在混乱的情况下 阿丑率先找到公主 并安全地带着公主和兄弟离开 来到安全地方后 喜欢帅气的阿文 果断拒绝了表白 阿丑气不过 认为兄弟有媳妇 自己也要有一个 于是他拿出竹篓 打算自己吹一个老婆 没想到他成功了 吹出来的女人比公主还漂亮 但女人给阿丑做了一个感谢的动作后 却朝着帅气的阿文奔去 最后可怜的阿丑 只能眼睁睁看着阿文 过上了令他羡慕的生活